做漁民日曬雨淋這麼辛苦 但本來在城市打工的他 還有本來是工程師的他 都來到這裡做漁民 到底有甚麼吸引 韓國每年出產14000噸鮑魚 當中有七成半是來自管島 整個群島組成的棍有幾百個鮑魚牆 佔了4000萬平方米 在其中一個島青山島上 他就擁有自家鮑魚牆 我本來就在虎山工作 買賣家具那些 但九年前我就回來開鮑魚牆 他每一天都穿梭海岸 夏天就由早上五點做到晚上七點 而冬天就由早上七點做到黃昏五點 雖然時間短了但天氣又冷 加上鮑魚在冬天要吃更多海藻 自然就忙碌得多 但在這裡做事比城市好 壓力小一點而且可以賺多一點 是不是真的可以賺多一點 事實上每一格2.4米乘2.4米的鮑魚牌 每年原來可以賺到大概港幣3萬元 一個鮑魚牆有這麼多個牌 真是少數怕長雞 我們不是經常吃鮑魚 因為每天都看到 或者會在工作的時候肚餓就吃少少 但我還是喜歡吃魚生多一點 而在他的鮑魚牌上面 竟然還看到外國人的身影 這位半俄羅斯半波蘭的男士 來了韓國大概一年 為了體驗什麼工都試過 一個月前就來到青山道 全亞洲和西方的國家都相似 他們的生活方式很驚訝 全歐洲人都很驚訝 他們工作很快 他們的經濟增長得更快 比在歐洲更快 但更加意想不到的 是他原本 在俄羅斯的熱核實驗研究所裡 做電子工程師 在俄羅斯的情況下 在俄羅斯的情況下 是非常不好的 而且我必須分析 我選擇這種工作 我仍然在工作 工作 因為你必須有足夠力 做得到 我認為這是很驚訝